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你要找的话 挂的话 你要找的话 你就是找这儿挂着你比较少紧 当然也有 拖一个 防飞 我实际上主要一个战略目的就是想把这个最后一个找站住 如果 如果我觉得是 我做成这样的话 那抢不到了 对 我这个目的就实现不了了 对 所以说 我就 点三三 活住 正常的一盘情 嗯 就是说呢 朱英利这位小同学呢 他呢 就是说 对 对那种战略性的东西 他还相对来说比较 比较清晰 对吧 也就是说他跟你 是长期的小伙伴嘛 嗯 对 然后呢 对你比较熟悉 因为 如果说他不先挂脚 你可能会下属你所谓的 中国流 嗯 或者 或者是小林流 是吧 他觉得你比较熟悉 所以他先要挂了 挂上来 嗯 做白起来说呢 他认为就是说 下属双方 都不 都不熟悉的布局呢 这对他总是有利的 因为呢 他可以画进你 黑棋先手的一种威力 对 对吧 嗯 这对你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 嗯 对你的要求啊 嗯 为什么呢 因为他挂脚的时候 你怎么去分析这个局势 对不对 嗯 对 嗯 就是 你下属盘棋之前啊 嗯 我是个这样一个心态 对 因为 此前就是 我们还没下十番棋的时候 嗯 我说这个三连胜 哦 一开始下十番棋的时候 我完了 尤其是还赢了第一盘 还好 属于那种完胜 哦 我就想十盘棋 绝对全能把它干掉 是吧 嗯 结果第二盘 嗯 就有个 有个大型变化 走错了一步棋 直接就崩掉了 当时我还在想 嗯 一时大一 一时大一 不用在意 这是第三盘了 好好发挥就行了 不用 呃 别初心大一 因为是在续盘 用的时间就特别的多了 所以说呢 就是说 这是第三盘 是吧 第三盘呢 心态还没有完全 变得很恶劣 是吧 对 就相对来说 就是说 这个棋儿 他能赢我一盘 我要重视他一点 是吧 对 是这一次 嗯 后来下完十番棋以后 我就打了个 嗯 他是八胜二败啊 嗯 心里也受到了很大的摧烦 很大的刺激 嗯 然后呢 然后是什么反应呢 然后紧接着就是全国少年赛 全国少年赛也是 也是这种的 嗯 就是全国全国少年赛之后 就是说你跟那个朱英利小朋友下 你下了一个两胜八半啊 然后呢 在全国少年赛怎么样呢 在全国少年赛 在全国少年赛 因为五十两胜八半 反正在心里上 嗯 又是 刚刚受满刺激 所以在全国少年赛也是 也是一种心态 特别紧张 嗯 然后就没有自信了 对吧 原来的自信是属于狂妄 对吧 有点狂妄 对吧 就是跟跟跟那个 下三番棋的时候 三连胜的时候 再下四番棋 觉得我是不是也四番棋都可以赢 对吧 对 最后越下心里就越慌 嗯 那朱英利在少年赛下了怎么样呢 朱英利 因为 他 人为添了一份自信 嗯 才渐入佳境 那个少年赛打的是很不错的 是吧 嗯 其实呢 有一点呢 你说这个 嗯 其实有很多同学 都有你这种感受 对吧 嗯 但是呢 更多的来说的话呢 嗯 你是说 可是被打懵了 要是能不能这样去理解呢 就是说 你觉得那那八 你输的那八盘棋 是技术的原因占多 还是心理的原因占多呢 就是心理的原因占多 是吧 那那如果说你现在心理正常的调整好了 你下少年赛能不能下好 你觉得 我觉得能不能下好 是吧 嗯 好 嗯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这番棋 这番棋 这番棋的来说的话 我们张子豪来说 心理的 心理的那种 呃 阴影或者这个 还没有 还没有 慢慢的 在 在 在出现 因为为什么 因为现在是一比一对吧 对现在一比一 我所最不起的想法 嗯 就是 想搬弧 对 嗯 它如果搬的话 嗯 我就退一个 嗯 做事 然后 它如果是断的话 我就一刹 一刹 一刹 然后再拆回来 我觉得这个鼻子位置还可以 因为 以后这个 飞线的时候也可以 这个飞这个有点重复 但是有那么齐 嗯 这个齐呢 我看一下啊 嗯 这个齐 你捡一个 它肯定是飞到这儿来 对吧 嗯 对 然后呢你如果搬的话呢 它肯定是退 因为虎的话 它 它有可能直接逼过来 啊 逼过来 它为什么非要下这个地址呢 这都有先手 你如果补到这儿来 它 它可能 从这儿来 然后再来尖 这叫我们围棋 叫什么呢 这样 叫调子 也可以叫运作 嗯 这样子 这样走 看到没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齐啊 这两个可以不用交换 保留油 保留能打 这样子 也有情况 很考虑 比这个 走上 推手 红柱之后 飞过来 这两个保留 你这个齐啊 就是说 不必要非要尖 为什么呢 因为你尖到这样来 不会影响这边 就算它尖到这样 也不会影响你这个齐 有问题 对吧 嗯 那么说呢 这个情况这个就可以有 有打路的成分在里面 对吧 嗯 这样一下我觉得是一场一盘的齐 这样的构思 好 我们来看看你实战 嗯 它那个时候就是嗯 立足 哦 立足 我如果如果再尝的话 就夹回去了 你这个夹就比那个段要好一点 对 你粘住 你粘住是必然一手 嗯 后来在这个电视的选择方面 嗯 有这个问题 因为 就走 走成这样的以后 我那时候看这个 看这个电话 反正 它就先跳到 先跳了 对 先跳完了 我说他 你没必要你自己打这个 对 他如果退到这个 你不要走了 这没尖吗 这个我没尖 嗯 没尖呢 你可以考虑到这个 你再碰一下 这不要走 这这不走 可以脱鞋 你冲到这个 是必须要 压一个 嗯 这我觉得很正常 然后你碰一下 搬着往脑里退 还站到这样来的话 这个你可以考虑直接逼一个脑里白钱 对 所以打伞 你要不想打伞的话呢 你可以走别的 你自己逼住他 你走得行 对 嗯 逼住他 他肩里藏起来 这个不可怕 这个是一个正常图形 我应该随着压了一个 嗯 我当时 我当时就 嗯 好像有点 有点不会下了 为什么不会下呢 因为 就是 嗯 在我的印象里 他 就看这个样子 他走着先跳的 结果他突然变了 其实我跟你说啊 你有个误区 首先呢 这个齐啊 他跳这一步区 他就 你就当时把它做一个观止 嗯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价值肯定没有这边 广广广广的天津大 嗯 他不是齐筋的话 他就是一个观止 你要他不走 你走着 就来一片 嗯 他一跳 你这边呢 围不了那么大 对吧 但是他可以飞嘛 对吧 对 实际上就是抹这儿嘛 嗯 是不是 嗯 你不用 你不用 觉得很可怕嘛 你直接逼到这儿来 假如说他往这儿打吃的话 然后你看 那样打飞一个 或者这样跳起来 我觉得跳个效率高一点 嗯 跟他保野的效率高 对 这是一盘鸡很正常 他这个鸭呢 我觉得倒是下的挺好的 嗯 为什么呢 因为啊 他他他要强调以后你夹 夹 夹这一手鸡 你鸡很紧 然后这有斑 对吧 对 所以他这其他鸭这一步鸡 你下得很好 嗯 当错了 实际上我还觉得我这个黑鸡 局局不上便宜了 你亏了 你大亏了 最后我 你看看 发现自己亏了 因为这部鸡太重复了 以后 这个这个这个 这部鸡不重复 嗯 你有误区 这部鸡一点都不重复 你必须要参与 参与 你知道你亏在哪里吗 嗯 还有就是 他做做做 做做做后 做做后视以后这个挂脚 不知道 你知道你亏在哪里 嗯 你你这个棋啊 你亏在什么呢 就是说 就是你的理解上面就是 你觉得这个棋是实在的 嗯 你没有感觉到这两步棋的目数比这个更大 这就是你的问题 下完了之后 然后你再看机会 这个棋白棋挺好的 对不对 好 大家呢 也在休息的时候呢 也来观察一下这个局部的得失 你看 现在这个棋啊 你看跳到这儿了 其实并不是那么大 就失来目起 他压着对整个外面都有帮助 你看到最明显的结果就是 他一挂这个棋 他可以唯控 对不对 对 我们不看这个 所以说呢 他压这一步棋 你必须得搬住 怕他往这儿打刺怎么办呢 你没办 没有选择的一手 你只能往这儿打 打到这儿之后呢 然后再搅持 我并住 我打这一个 等一下 嗯 他就先加一步 嗯 先加一步 加一步 加一步可以看嘛 加一步提给以后 我逆下去嘛 你要走的话 我再逆下去 再车传一下 再车传一下 对 这车传一下 再踩 再走 再120 再走 这不坏 因为它这个棋 水能木 然后你藏过来 这有飞 然后这个棋又有跳 你走上也可以这样跳过来 也可以 这个棋必须要听到这个大头 所以你这个地方 你就是现实和 和外式的一种 比较 你这些问题 把它搬得太大 我这说如果普通飞的话 它肯定跳出来 所以我没办法 所以这是好手 但虽然这是好手 但应该还是亏了 现在这个棋又白棋又黑棋很难像 你看这一块空 它在自然而然中间 它是线索成空对吧 对 线索成空 这36木器强 但是实物是46 对 46 50木器强 这次很温柔的刷 还不加甜 你这是10木器 20木器 25木器 35木器 45木 35 45 现在这块还有发展 所以说你看起来 觉得很不可思议 对 它在这个地方 它是线索成了这么多空 所以你也成了 你看它成的比你大 对 它这时候你肯定不会跟着我 对 它非上面挡 嗯 这个时候你立下去就感觉很重复了 但是不立吗 你也不好下 当时想了半天 你也没想出来好下法 你也没想出来好 刚才这是35木器 36 这是有46 50木匹器合作 这是什么 这些能不能考虑走这个吗 这靠一个 因为你这还有发展 嗯 虽然白体好 但是呢 你也有发展 还要攻击它 走这个 走这个很不可思议 这个退 你亏了 你要么就打三 要么就打这 走这个就亏 这出不来 打我退 可以考虑拐出来吗 拐出来吗 拐出来我感觉 我拐一个底 但是 看一个 我们稍微看一个 感觉这个起来是黑起不行 我们这样的东西再一粘 这个打路是带有攻击性的 这我不行 这黑起 挺南下的 嗯 你以为要怎么 要飞出 嗯 你现在唯一就是要抓住胜负点 然后一定要真具把这个 这个抢到 这个是没办法 必须要抢 对吧 对 然后我刚才忘记说了一点 我不知道你当时意思当没有 就是你这个起啊 刚刚 最早的时候 走成了一个什么 走成了一个对角心嘛 嗯 对角心 对角心呢 对黑心是很不利的 因为他的发展呢 都是各自为政嘛 所以他不能结合起来 再相当你这一亏 就更感觉到这个起 你的目术 然后还有发展的时候 都都不是有那么大的一种潜能了嘛 嗯 是吧 对 嗯 这是跟靠这一样 嗯 这这部戏感觉有一些问题 还是错 搬一个 或者挖三不行 搬一个嘛 嗯 你跟他想这十万级是震到十香的下吗 是震到十香 是吧 嗯 嗯 但是由于这点心理 心理状态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嗯 因为很多棋手在过程中间呢 要成为一个优秀棋手 或者要想下好棋 他经常会遇到就是说 因为心理状态引导 影响到比赛的结果 嗯 你是第一次 今年第一次参加全国动物赛 对吧 嗯 对 嗯 你可能还不很了解这种比赛心理 如果你平时啊都有 有的时候就这样的 哎呀 赢的时候 很高兴 对吧 嗯 甚至来说还有一点飘飘然嘛 嗯 就是有点骄傲 输了起呢 就 就有可能就会盲目的垂头上气嘛 嗯 那么呢 在比赛中间经常会有很多选手 都具备了职业水准 打端国赛 对 你是打绿赛 人家是打副赛 嗯 就打决赛 下到最后啊 连一个你平时他都可以至少可以浪先的水平的一个对手 他都下不过 你可能没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嗯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啊 他下棋的时候啊 他心态不振 第一呢 就瞧不起人家 在第二呢 久攻不下呢 心里又发慌 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啊 让自己水平 加回失常 所以像你未来也要去走这条路的话呢 你一定要在下棋的正确的对待圣和富的态度上面呢 要有一个全新的认识的提高 明白 明白 嗯 嗯 退了 现在单线的目视又退下 看起来比较稳 压一个 嗯 就到这 嗯 就到这种局面 我是 你当时想了很半天 当然也没没搞出什么招了 就没招了 嗯 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去赢这般机 或者就知道不好 但是不知道怎么走 是吧 不知道 就会去运作了 嗯 我们来看一看 刚才这一段是大约是三十六目 其实是不变的 对吧 嗯 这是二十四六八 这这不算吗 八目强嘛 嗯 然后这是三十四目起啊 我们算后来十二目 加三十六就四十八 加天目就是五十五目 对吧 对 这是大概四五目起 五十五目 这方面都有线索 但是我们就算十目起不过分 三十五 三十五目 嗯 它是五十五五五五 有二十目的差异 对 对 对方不成功的地方 你要围二十目 嗯 这围二十目呢 可以一次性围起来 也可以在这里便宜 我那里便宜 三目就一点点加起来 对吧 嗯 就要看你怎么追赶 形式呢 肯定是怕你不好 黑棋不好 因为这都有线索 对不对 嗯 所以说呢 现在是 如果你围这一步棋 对方可以把这个打吃 这你再补一手 这个大约可以围 围到这 二十六八十四二十四十六十八 二十 二十多一点点 嗯 但是人家这一手就 一二三四五六七 你你两手围二十目 扣住七目起 你是围了十三目 对吧 这块还有 然后人家再围十三目呢 再来这个 你还是差 为你 因为最后有哪个能力跳 这又要沉默 嗯 所以现在的焦点就是怎么样 抓住胜负 一呢 这块棋整体来说 没有完全安定 因为有断 对 他也不敢往这边打 这样打的话 这块棋要死 如果往这边打的话呢 这个地方 有打路 对吧 嗯 那么说呢 现在呢 咱们把它留下来 现在 一定有时机 这样的 这个棋 我要把它揪住 我觉得从这里入手 从这里入手 他肯定要打 这个 这是专业手法 你粘住的 对 然后你粘住 你这个棋 一定要往这儿打 对 他走成这个样子 然后你再提掉 为人家提到这儿呢 这个棋刚才只算了四母棋 现在它没了 对吧 嗯 那你呢 就有一个机会 你如果一打到这儿 这就肯定也成三 对 三 就算他往这儿打吃 这都没关系 这其实如果打吃到这儿来的话呢 也有可能直接在这儿 就这样围一个 你 你等于是千方百计 要把它吊住 或者夹住 嗯 把这个棋吊住之后呢 很多地方 你看不见的木 就会刺栏栏栏栏 就会产生 然后呢 以后再有机会 再断到这儿来的话呢 就有可能就会形成两亿 残材这种东西 对 因为这是最有可能 逆转的一种下方 如果刚才提到围的话 我跟你说了 这个棋 你可能性不是很大 你就走成这样的话 就人家这都可以成空吧 嗯 对 实际上我半年没招 而且又没想清楚 哦 时间又不够了 哦 啪上 啪上去吧 是吧 啪上去吧 嗯 所以说 在这个时候啊 你就一定要记住 这就暴露出什么了 暴露出 其实 其实不差 它不是我态度的问题 也不是我别的问题 是我 是我对棋的 理解的问题 是吧 嗯 技术水平 那么说呢 嗯 这个你要 你要一定要知道 技术水平呢 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平时的训练 嗯 训练呢 它分几种 是吧 大的方向是训练 有下棋的 有自修的 自修有很多项目 对吧 对 那么说呢 这个跟 长跑也好 什么也好 运动系列一样 有的人是 短刹带跑 嗯 有的人是 超复合运动跑 是吧 嗯 这样的话呢 他才能达到 他的那种 身体素质的最极限 那么说 你在 你在这里下棋的时候呢 你在 你在这个时候 时间也不够了 嗯 你说 然后呢 心里也没有底 因为你找不到 生活点在哪里 嗯 所以说这个时候算了 你一马黑啪子一上去 走一步 对吧 嗯 管道 这个时候其实呢 你 你如果是一位竞争 就其实就是下棋啊 嗯 就是竞争项目 对 那么说呢 你作为一个竞争者 你的 斗子已经 没了 那么说你何谈 能取得这 这场竞技的胜利呢 就像你 打出销音 人家不管就 一比零 你还有反 反 反平的 就是 扳平的 可能 对吧 对 但是呢 你们 你们这个队都是 没有 你说有希望的 你吗 嗯 所以说呢 下棋 还有一个过程 就是越是在 这种头脑很混乱的时候 怎么样 越能 重新的调整 自己的那种思想 这是很重要 就是说 本来啊 刚开始 我头脑很混乱 我 我找不到 这个棋的胜负点 或者怎么样 那么说呢 你能不能就在 就在这个运转中间 不断的去修正它 这个是 你必须要做到的 还不是说 哎呀 我 我要停顿一下 停顿一下 然后我在洗疤脸 然后有人在指导我一下 或者我 我再修一下 你不可能 因为比赛 它是没有间隙的 嗯 这就需要你 凭时怎么样 去磨练自己 这样吗 嗯 你这样下的话 这说老实话 就是已经是放弃 意志品质 意志品质 竞技品质 这样吧 这不是人的品质啊 其实这很小 就算吃掉也在十南木齐 这个这个棋啊 呃 如果白棋往这 逼住 这个不止 你看 你看 这个棋 肯定有二十南木齐嘛 嗯 对不对 嗯 这明显比这个大 而且呢 这个还有很多鲜手 对 嗯 它这样 就是 直接不过这两个字 给吃掉 嗯 把这两个字吃掉啊 嗯 那你输 那你输到天边上去 嗯 嗯 你刚才下这个时候是有什么心情啊 嗯 是有什么心情啊 绝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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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你 你 你是不是觉得不相信 怎么朱英丽又把你赢了是吧 对 我还以为这盘棋 然后你 你最后下完这盘棋之后 你自己总结了没有 嗯 我觉得我这盘棋还是 还是很 平常心没有做到 就是 但是人和时候下棋都变 主要是 嗯 主要是心理的问题是吧 对 主要是 嗯 其实呢 到嗯 最后结尾的时候呢 我来跟 我来 嗯 点评一下张子豪这盘棋 呃 他过分的 追求就是他的心理问题 其实呢 这盘棋是你技术问题 你看 你是心里有一定问题 但是呢 你的技术判断 完全 失控 判断不清楚 嗯 那个边上 然后还有就是你的中间的时候虽然形势不很很不利 但是呢你也没有注意到没有招对不对 这是技术问题 好 今天呢 呃 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就嗯 白普就摆到这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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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